而台东泰玛里一间民宿 则是遭到两只比特犬亲门踏户闯入 把曾经参加多项重大灾难搜救任务 退役后被领养的搜救犬贝斯 背部咬出了一道超过20公分的大伤口 四组赶快把贝斯送往动物医院治疗 也强烈指责养恶犬却没有办法照应的四组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搜救犬贝斯的主人 无畏凶狠的比特犬 直接徒手将两只比特犬突出门外 而一旁的家人也拿起椅子防范比特犬再次冲入 19日的上午在泰玛里的杂货店儿子民宿 由两只比特犬闯入院内 咬伤成多次执行重大灾难搜救任务的退休犬贝斯 而贝斯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背部被施咬出一道超过20公分的恐怖伤口 而侍主带先生见状后 徒手将比特犬突出门外后 立即开车将贝斯送往动物医院救治 而在受益的救治之下 目前被施由施主带先生带回 因为背部的伤口仍处于发炎的现象 需长期的观察以及治疗 而施主也强烈的谴责 没有照顾好比特犬的施主 依旦目前的规定 饰养具有攻击性犬肢的施主 外出时应由成年人半童 并替犬肢系上1.5公尺内的链绳 与佩戴不影响散热透气的口罩 而违反该项规定者 县市政府可以依照动保法第29条的规定开罚 最高可以罚15万元的罚金 记者曾经的台东综合报导